音乐 Unterschied 欢迎来到家戏音乐小教室 我们今天要教你如何弹奏一个 onto How's it going? 晚上好各位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清洗自己的胚泪 雖然我現在已經不用再清洗霹靈了 但是我今天還是要告訴各位觀眾 如何保養你自己的滑板零件 就是霹靈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這樣滾輪子這樣 它有一個聲音會 這個就是這個聲音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它已經很快了 可是其實有這個聲音是 有很多沙子在魔孫裡的霹靈裡面那個珠珠 所以我們得把那個沙子清洗出來 然後上一點油 這樣我們才能讓這個霹靈使用的更久 而不是它可以變得更快更屌 不是我們只是想要維持這個霹靈的壽命 OK 所以我們現在來準備一下我們需要哪些東西吧 Let's go 霹靈 酒精 杯子 餐巾紙 針車油 美工刀 美工刀會破壞防塵蓋 所以我使用 Takino專用的霹靈蓋工具 好我們現在要來清洗霹靈 首先清洗霹靈 我們要先把這個霹靈的防塵蓋給拿下來 通常我們都會用美工刀的這個肩肩的地方去掀起來 但是美工刀如果你沒有掀得很好的話 你有可能會破壞霹靈的防塵蓋 Takino很貼心 Takino的這一款TRB這一款 它裡面有附贈一個小小的一個針搓 其實可以選那種媽媽在裁縫的那種針 然後來去掀我們的防塵蓋 或者是回紋針 或者是你iPhone的記憶卡的那個針也可以 TRB這款賠靈它還蠻好的就是 它這邊有做一個搓洞 搓下去 然後慢慢的掀起來 慢慢的掀起來 好所以我建議就是盡量不要傷害到這個防塵蓋 因為這個防塵蓋其實如果它壞掉的話 是會影響你的霹靈的運作 第一件事情我會先清洗這個防塵蓋 所以我們先拿我們的杯子做噴的這個動作 然後我會稍微搓一下 通常你們大家可以在滑板店你們可以看到 滑板店在洗蓋蓋的那個BONCE 專用洗蓋蓋的罐子 如果你們沒有錢買像我這樣很窮的話 你們可以在家拿著蓋蓋 然後拿酒精對你們的蓋蓋噴 然後這樣轉 溫柔的對待它 好我現在蓋蓋清洗完了 我會用紙巾然後把它擦乾 酒精的成分裡面含有一些水分 裡面沒有擦乾啊 因為裡面它才是有一些水分在裡面 蓋蓋一碰到水可能就生鏽了 所以呢我建議大家在家裡 直接拿吹風機把它吹乾吧 洗完蓋蓋之後我們會上油 在滑板店通常大家會看到 BONCE的那種潤化油 但是我就很窮嘛 我就買不起BONCE的潤化油 所以我就只能去買這種 高級的真車油 這個在小杯百貨 只要30塊 像我這種窮逼 絕對買得起 我們就把它滴在我們的蓋蓋上面 真的不要滴太多 你如果你滴太多 你的蓋蓋就非常油 沙子就會噴進來 然後就會黏住 你又要再重啟了 然後你的蓋蓋也不會變很快 你只會破壞你的蓋蓋 第一個一滴半滴 你買這麼大罐 你可能可以用個30年 你還用不完 小吃太多 幹 幹 不小心滴兩滴了 好各位我們現在把蓋蓋的油都上完了 現在要把我們的防塵蓋裝上去 有些人會不想裝防塵蓋 但是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蓋蓋壽命用久一點的話 我建議還是要套上防塵蓋 來 好我們蓋蓋現在洗完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去滑板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去滑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各位,今天大家有学到洗便宜的方法吗? 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不要忘记分享出去 Follow Instagram、Facebook、Teachalk 我们下个影片见 Let's go! Let's go! I can't breathe, I'm waiting for the exhale Talk my pain with my wishes in a wishing well Stay